为了让长辈们保有运动的好习惯 吉吉正体育会日前到巴彰社区 办理银法族乐活提示能的活动 邀请老师前来带理长辈们跳舞以及提示能 希望借用这样的方式让长辈延缓老化 我们111年吉吉正体育会 今天针对银法族 办了运动的比电影活动 那平时呢我们体育会呢 就很鼓励我们这一些同好的 各种不同的族群 来做长期的训练呢 的银法族的部分呢 因为最近休息的长辈也比较多 那开始回复才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他们也在我们体育会的推动过程当中 也认知平时的运动对身体健康的益处 所以非常的认同 那希望呢我们这些长辈身体能够延缓老化 然后把这个活动秩序的来推广 老师也指出 就有这样的活动不但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 也能够让长辈们保持身体健康 我们今天是那个体育会来办 体育会来这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办了也不错 大家欧巴桑也很骄傲 我们这社区的欧巴桑 大家跳得很欢迎 跳舞人像这 很运动的 我们这 虽然说跳 我们这上九回放七十多回 定义说 我们的理事长也带了不错 也要感谢一些人的到三天 所以一只只要他办得不错 主要是要有这些欧巴桑 跟欧巴桑 有一个运动 健康 新议员陈叔会肯定体育会的用心 运动是保持身体健康相当好的方法之一 也呼吁长辈们能够一起保有运动的好习惯 我就是要认识 运动对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政府非常重要是说 运动爱台湾这个健康的保障 今天非常感谢到我们 一集体育会 我们的陈希敏会长 也能来跟巴桑社区 跟这些老长辈 共同来做到体势能的活动 体势能的活动就是说 聘请老师来教这些老长辈 做操跳舞唱歌 这样的都是 可以促进他们身心灵的欢喜 相信在体育会的用心之下 不但可以让长辈们达到运动的效果 也能够藉由参与活动 来互相交流学习 记者邱平易 集集采访报道